那就凭感觉咯 但是老师我们要卤多少肉啊 要按照那个量来给比例啊 一公斤一公斤的肉来来来来来做啊 这个有吗 有有必须有 不是你要乘客呀 你先你等会 你清凉了吗 清凉了就行 香叶是有的 因为咱是一般的 我必须要告诉他 不放了 香叶是一定要有 不放了 那个小花椒是哪里 花椒就有 哥带你一定要凉完 嗯 往里放 他要看你比例啊 我可能蒙对啊 这个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味道 八角是鲜肉之王 但是呢 八角虽然好 但是不能放的故意太多 多了以后 它会把别的味道强调 其实丁香也是不能放太多 对丁香的味道 类似像八角不能放的太多 丁香它有腥辣的味道 但是口味有点回甘 炒果它是新香 呃有这个气腥的功效 它的香味是比较刺鼻 是这样的 还有桂皮 它是有点辛辣微甜 香叶它是有清香的叶子的感觉 味道会有点微苦 香叶应该多放点 啊那个能多放点 那个那个太香了 哥你放一包 对对对对你要放放一包 有点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多少 炒果炒果一个就可以 他自我口味来了 我感觉也就三四个吧 可以了我 所以 你只看比例吗 味道像的话可以吗 对确定哦 啊老师你不要忘记哦 你说味道像的话也是下分哦 你要把猪肉放在里面就 哈哈哈哈哈哈 放完了 放完了 哇这个是碰碰运气了这个 好的 要拿五个来放在这里好 公平公正 因为是倒出来才好分 不然这个也是难度大啊 不然老师也正不明 这谁呢 宝宇博 孟佳 余扬的 我这个 咋的了 没没没怎么没怎么 好 这是孟佳的 啊 来我给你倒这个盒里 行吗 你这个不用倒了 你这个 哈哈哈哈 看的不用 不用倒了 看的不用看 太多了 对太多了 哈哈哈 不用倒了 不用倒了 不是老师 你是指这一盘子的量 还是怎么样 一公斤的肉 一公斤两斤肉 对 两斤肉也不用这么多 要这么多吗 你看两斤肉 你们组的同学都说不能这么多 这太多了 你倒了 哈哈哈哈 太多了太多了 这个这个这个不请你个 太多了 这个味道太大 你这够白一盘的了 算了算了 哈哈哈哈 其实 最正确的了吗 这对是谁的吗 知道吗 孟佳的 孟佳的 对 孟佳做这个比例了嘛 就很对了 我都差不多是五 因此我们其实 有时候做厨师 这个上教学的时候是撑的 但自己做的时候 实际实话 是平感觉 你看像这个草果 基本就是两颗 两颗就够了 小了三颗 大了两颗就够了 然后丁香 丁香这个 它的这个比例也对 一般是五颗是吧 对 正常讲是三颗就够了 三颗 但是比它们都比较都准确 少一些 对 再少一点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八角呢 放了两颗 是对的 因为八角如果你才放一颗 其实一锅卤水里面 它不会有那么明显 但这个两颗呢 它刚好是一公斤食材的 这个料的量 太多了以后 它也会很腥 这个我觉得呢 这个小红花应该给孟佳才对 谢谢 谢谢 卤菜它主要还是要保持肉的香味 不是靠调料来增加它的味道 调料只是辅助 不是说是让调料器 让它去怎么去变化它的味道 这样这个菜就失败了 明白了 你们记住鲜咸鲜这三个要领 鲜咸鲜对 鲜和鲜和鲜它是不一样的 鲜第一个鲜和第二个鲜是有啥不一样的 鲜 鲜这个盐盐味的鲜 鲜对啊第一个是鲜 都这三个都无所谓 但是你们注意这三个的 哈哈哈哈 不是老师老师 与杨哥问的是第一个鲜和第三个鲜 有什么区别 一个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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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呢 第三个是 忘了 哈哈哈哈哈哈 爸你再不再接我放学吧 哈哈我不想念了 总共就两个是吗 不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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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啥 想想盐 鲜咸盐 对 鲜那咸和盐不一样吗 哎我摸了我都摸了是吧 我都摸了 你们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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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两个味道 鲜咸 鲜咸 你先拿掉一个字 你先拿掉一个字 老师我快对这一首红花 我不要要喝了 哈哈 哎呦 我现在呢虽然有点混乱 但是呢还是这个 老师老师 我确实是你的混乱 不是我们的混乱 那怎么混乱 比较合业 啊 合业 合业 老师你跟你的自己的子弟徒弟也是这样子互动吗 啊 你哪有徒弟啊 我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我 哈哈哈哈 你也认为老师 好了 第一节课下课了 接下来呢 我们五位同学一起前往我们的操场 完成你们的第一次课外活动吧 操场 操场啊 操场啊 来 谢谢 谢谢 一个凝聚着老师心血 融会同学激情的班集体 他们将奋勇争先 赛出风格 赛出个性 让我们所有人为他们大声呐喊加油 接下来入场的是苗苗班的同学们 现在就展现奇迹的时候了 他们将本着不求最好 但求更好的状态 争创更加成绩 接下来有请校领导发言 公平公正公开 哇 真是简洁有力的发言 那么我宣布 接下来运动会正式开始 好的 我们第一次课外活动的主题呢 是拔河抢调料 你们可以看到身后有三根绳子 绳子上呢 贴有对应的调味料 在游戏开始之前 两方中间会有幕布遮挡 看到了 你们需要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内 商量出把每一根绳子的人员分配 比赛开始之后 率先把绳子中心拉过自己队伍合戒的一方 获胜 也就能获得该绳子所对应的调味料 这个就是晚上我们最后大家每个人做菜的时候 可以使用的那个调味料 明白 所以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 是的 那如果有一边少一个人呢 田济赛嘛 是的 我们班厉害呀 你们班这轮有仨人 不是 有吨位大的 你就往后一坐就好了 好 可以的 我再坐在身上就好了 你就细在腰上 然后就 没有人拔到我 然后 班主任可以在我们一分钟商量的时间 给出抢调料的建议 我们第一轮的三个调味料 已经绑在现在的绳子上了 分别是老抽 味精和生抽 现在请两队站到各自的区域进行你们的商议 老抽生抽哪个重要 生抽最重要 生抽最重要 生抽要占两个人 这样 活哥你自己来我帮妹妹来 但是你们生抽一定要抢到吗 弄我两个 不是你要想他们如果他们两个男生都抢生抽 那怎么办 那没问题 没关系 他们肯定也是放弃味精 那我们就味精吧 对 味精太贴仙 太咸 马上还咸 对 我们写味精 你还那么大声 来吧 好了 以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站姿为准 那我们准备 请目不争取